美国的计算 中国已经打破了美国对远程移动目标精确打击的垄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建少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建立天机卫星侦察网络的宗教性 这种能力能够以解放军火箭军的反舰弹道导弹 以及轰炸机所携带的空射高超音速导弹相结合 就能够构建起对远程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 而这种能力在过去一直被美军所垄断 而随着中国军队现在拥有更加强大的超音速导弹 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 所以更有条件进一步放大天机卫星侦察网络的作用 这两天美国太空司令部的情报主管 对中国构建摇杆卫星网络的努力 从而导致美军的作战平台 一旦进入武器交战区 将会被中国的卫星迅速锁定 这样的情况已经成为美军不愿意谈论的作战方式 美国情报部门太空作战副主任格雷格 加尼翁少将说 中国在过去两年一共发射了400多颗卫星 大约有200多颗是摇杆卫星 也就是专门为西太平洋地区和全球进行侦察而建造的侦察卫星 美军认为中国现在打造的对地卫星侦察网络 是一个旨在战争中维持侦察架构的体系 它们可以在更加安全的高度运营 并且为军队的火力控制和决策提供信息 美国人认为中国军队更大的进步 源于在地球同步轨道上所加强的对地监视能力 这种卫星通常可以一直凝视距离中国比较近的西太平洋地区 从而导致美军的作战平台失去任何行动的突然性 2023年 中国向太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 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颗 带有合成孔径雷达的地球禁止轨道卫星 这颗卫星名为地球探测四号卫星 虽然中国方面表示 这颗卫星纯粹是民用的 然而伽利文却驳斥了这一说法 他敢喊说 尽管中国人说这是用于农业的卫星 但是该卫星能够看到西太平洋上空的飞行目标 我们知道其目击到底是什么 美国太空部门声称 他们监视的中国卫星数量正在呈现指数级的增长 在2019年时 中国大约有20到30颗 以政府相关的空间传感器 而现在他们需要盯着1000颗中国卫星 到目前为止全球有600颗对地光学侦察卫星 中国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2019年的时候 美国人每个月大约会发出大约6到7个关于卫星机动的警报 而今天他们每个月大约要发出11000个警报 那么这些警报是由12个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产生的 然而他们指出中国现在正在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并且正在以南非和非洲国家接触 以便建立起伙伴关系 并解决中国在太空中的覆盖差距 或者说中国的天机卫星网络的服务能力 正在向全球化迈进 可见中国正在通过努力建立起强大的天机卫星侦察网络 并且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新技术 以增强侦察能力 这样的情景导致美国人陷入了更深的焦虑 那么接下来 中国还有可能将自己的卫星服务能力 扩大到为全球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服务 中美将在这个领域面临更加残酷的竞争 那么中国有可能构建起 比美国更加先进的天机卫星侦察网络吗 答案是当然有可能 美国对替侦察卫星强大的主要原因 是基于其存量 而中国新发射的卫星则是一个变量 因为中国的新型卫星可以大量使用最先进的技术 包括合成孤性雷达 多光复探测器等等 从而导致我们的卫星在技术上拥有后发优势 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使中国卫星在初始数据处理能力方面拥有优势 这也能大幅度的提升对敏感目标的快速获取能力 以及精确跟踪能力 美国在太空技术领域目前拥有的最大优势 那就是其太空探索技术工资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在太空大规模的部署载荷 但是随着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成熟 我们完全有机会在未来几年缩短这一差距 从而进一步完善 低轨道侦察网络的建设 在可见的未来 中国还将部署以星链星顿类似的通讯和侦察网络 先观察美国人走过的路 最后走出自己更成功的道路 这在太空领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由于中国打造的卫星网络并非完全基于军用 而是可以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 这也为中国建设更强大的卫星网络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中国天机卫星网络建设的目标 就是要获得以美国对等的能力 从而实现双向透明 而这个大趋势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中天而言 美国人将在未来几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中国的中远程导弹 可以在卫星的引导下 在美军的作战平台还无法袭击中国的区域就被击落 这是中国同时拥有先进卫星网络和中远程导弹的必然结果 此举不仅仅是打破了美军的垄断 而更重要的是要塑造自己的军事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